小学生犯了错 不过现在校方的做法引发了争议 这是彰化秀水国校有13名小四生下课玩溜滑梯 不过因为他们霸占着不让其他的小朋友玩 导师知道之后呢就处罚这些学生要写悔过书 而且在上头呢除了要签名之外 还要求学生要盖手印 家长现在就认为说又不是嫌贩在做笔录 于是要求校方应该出面道歉 国小校园里的溜滑梯因为好玩 因此每次下课时间都吸引了许多同学前来游玩 但总是有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溜滑梯 不让其他同学玩 秀水国小就发生了有13名四年级的同学霸占溜滑梯 老师知道之后处罚学生写悔过书 除了签名之外还要求学生签名盖手印 我是想说可能让家长知道 其他我没有任何的意图就对了 有霸掌发现后气得大骂 又不是嫌犯做笔录 为什么要盖手印实在太离谱 除了向媒体投诉之外 也要求学校改善 老师也觉得不妥 因此把所有的毁过书全部撕掉 让家长放心 撕掉之后就是正向鼓励 还有服务学校这方面来做这样子 校方表示 因为学校对学生的品德相当重视 因此导师才会要求霸占溜滑梯的同学写毁过书 至于盖手印的确是不恰当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有词吧 感谢观看